大家好,我是Cynthia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Drangle缓存优化第四小节课程 Database缓存解析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介绍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本小节课程的内容 第一部分会介绍Database Cache配置 第二部分介绍Database Cache的圆码解析 第三部分进行实践操作演示 下面我们进入Database Cache的配置介绍 跟其他缓存一样 配置Database缓存时需要配置Backend和Location 这里Backend要配置成DB.database cache Location是数据库表明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实例 配置完成后 我们要使用Database缓存 我们还需要执行如下命令创建Cache表 PythonManage.pyCreateCacheTable 创建的表明即是缓存配置中的Location值 执行这条命令之前大家先考虑一下 我们的Cache表创建到哪里去了呢 由于要使用Database作为缓存 所以配置好Database缓存后 我们还需要配置数据库 这里是一个配置数据库的实例 执行CreateCacheTable管理命令时只会创建不存在的表 如果表已经存在就不会做操作 默认情况下是会将Cache表创建到Default数据库 如果要创建到其他数据库需要指定Database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我们可否将Cache分类存储到不同的Cache表呢 第二可否将Cache分别存储到不同的数据库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多缓存表和多数据库的情况 当配置了MultipleDatabaseCaches 执行CreateCacheTable这个命令 会为每一个Cache创建一个缓存表 而当我们配置使用MultipleDatabaseCacheTable 执行CreateCacheTable 会去查查看Routers中的AllowMigrate方法 检查是否有Migrate前线 如果没有就不会在此数据库中创建缓存表 直接返回 不过在我们那个执行CreateCacheTable时 默认只会使用Default数据库 要使用其他数据库 需要使用Database选项指定数据库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演示操作 这里是MultipleDatabaseCaches的配置实力 如果要使用缓存 必须配置Default这个缓存 然后这里的实力又配置了apps这个缓存 它的能配置是appsCacheTable 当使用MultipleDatabase时 可以使用DbRouter来控制缓存的读写和Migrate 需要分别实现Default的Default和AllowMigrate这三个方法 这里所有的Default缓存的读写操作都会指向CacheRublike这个数据库 然后Default所有的Default缓存的写操作都会指向CachePrimary这个数据库 然后是AllowMigrate AllowMigrate方法 这个方法实现以后呢 就只会允许在CachePrimaryDB上执行Migration这个操作 下面我们进入Database数据库圆码解析阶段 从Db缓存圆码中 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定义 Get,Set,Add,Delete HasKey和Clear 那像其他的MakeKey,GetMoney,Get orSet,Increase,Decrease的方法 都在机内里面 在以后的章节会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et方法 Get方法会调用MakeKey生成Key 对Key做一个长度的校验 并教验是否包含特殊制服 教验成功以后 在调用DbRouter中的DbForRead返回可读数据库 然后连接数据库 查询我们的那个KeyValue 在查询到我们的那个Value以后呢 还会检查是否过期 如果过期便返回默认值 默认值未设置的是None 如果设置呢 就是返回设定的那一个值 下面是Set方法 Set方法同样的 也会调用MakeKey 然后再调用我们的Key 然后呢 就调用 然后再调用BaseSet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BaseSet方法里面在做什么呢 第一是获取我们的Timeout值 第二呢 就是通过RouterDbForRead返回可读的那个数据库 第三呢 然后就开始连接数据库 然后存储我们的值 写数据库过程中呢 我们还会调用Key方法清理数据库 在FileSystem缓存中 我们对Key方法讲过 这个作用它其实上是类似的 就是清理我们的数据库 防止数据库存储的内容过多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Add方法 大家也可以看到是一样的套路 首先生成Key 然后呢 再调用Key 最后我们调用BaseSet方法 指明我们这个是进行一个Add操作 那Add操作呢 是这样子的 如果Key已经存在 就会添加失败 流程呢 以SET方法是一样的 HasKey这个函数 是检查某一个Key 是否已经存在了缓存中 而且是否 而且是必须要是未过期的 如果已经过期 是不会返回成功的 此时访问 此时这个HasKey访问 访问的也是我们的可读表 然后是Delete方法 Delete方法 首先生成Key 然后降验Key 降验成功以后 然后返回可读的数据库 然后再连接数据库 酸出指定的Key Clear方法就非常简单 就是清空我们的缓存表 下面我们进入DbCache 配置和使用演示阶段 首先对演示环境做一个说明 我们的操作系统呢 就是那个演示环境的操作系统 使用的是U12 数据库呢是MySeq Jungle版本呢是1.8 然后呢 Ide是用的PyCharm和Vim 这两个我都会交换使用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 Database配置以使用演示 第一 我会演示一下DbCache的配置以使用 第二呢 演示给大家演示一下MultipleDatabaseCaches 配置以使用 第三呢 是演示机MultipleDbS的缓存配置以使用 就是多数据库的情况下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配置了DbRouter的情况下的配置以使用 下面给大家演示DatabaseCache的配置和使用 首先我们来配置数据库和数据库缓存 首先是进入项目的那个settings文件 这里已经配置好了那个数据库 MultipleDatabaseCache的3 然后这里是缓存的配置 我之前已经提前写好了 嗯 这你就只需要把它release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配置了缓存的话呢 嗯就默认 首先呢 你就必须要配置Default 如果没有配置Default 执行createCacheTable的时候呢 是会报错的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先把这个注射 注射以后保存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上层弄录执行那个管理命令 createCacheTable 看到没报错了 然后呢 报错消息就是说 必须定义一个Default的那个Cache 然后我们在后面给也会给大家讲 那如果你没有设置Cache呢 那它默认就会就就会使用我们的那个 嗯 LocalMemoryCache这一种 嗯 这种是在你没有设置Cache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设置了Cache 设置了Cache 那你就必须要设置Default这一项 好 现在我们进去把它修改正确 去上 OK 把这边释放 保存Settings并退出 接下来执行CacheTable命令 好 执行命令成功 那我们的API CacheTable和APPs CacheTable 就应该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们可以进数据库看一下 好 CacheTable 可以执行Default 看一下有些什么命令 Default 就可以看到现在数据库里面有哪几张表 好 我们退出数据库 接下来给大家给大家演示使用刚刚创建好的两张缓存表 首先我们进入Python Shell CacheTable 然后呢 我们 Import CacheTable CacheTable 好 那我们通过 嗯 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 嗯 取得我们的那个 缓存 缓存的那个对象 好 那我们可以向里面写数据 P Default 我们可以尝试的用get的方法 取一下子 可以看到我们取之成功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 缓存 Apps Set Value Apps 好 就这样叫 然后 尝试取一下子 取之成功 取之成功 那 我们还有一种用那个 如果说你只需要用那个 Default的缓存 那实际上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嗯 从那个Cache里面 Import Cache Cache Cache呢 它使用的实际上就是默认的那个Default 是吧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get一下是不是真的 对不起 这边错了 改一下 取之成功是吧 那如果说我们想取另外一个表里面的数据 那肯定是会失败的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那里面是Apps OK 好像我们可以退出那个命令行 那再去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存在那个数据库里面的缓存数据是长什么样的 同样的我们进入CacheSafeLens3 然后选择我们的那个SafeLens3的数据库 好 先看一下那个默认的那个缓存里面 存了些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Key的那个关键值就是KeyDefault 那另外一个KeyApps肯定是不会存在这里的 那我们同样的那个 再选一下Apps 好 SafeLens3加上 好 可以看到了我们的那个KeyApps是存在这里面的 OK 退出 下面给大家演示基于MultipleDB的那种情况 首先呢我们是要配置多个数据库 这里面我们已经配好了两个数据库 一个是基于SafeLens3的 另外一个呢是基于MySQL的 导存并退出 由于CreateCacheTable命令呢 它只会在Default的数据库中创建缓存表 所以如果我们也希望MySQL数据库中也创建缓存表呢 那我们就需要执行我们的CreateCacheTable 并指明我们的那个数据库 这里面呢用数据库那个配置里面的名称 好 下面我们进入MySQL数据库查看创建结果 首先使用我们的Project项目 然后呢 ShowTables 好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还存数据库表已经存到了我们的那个MySQL数据库里面 嗯 虽然那个在MySQL中已经创建了数据库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能使用的 嗯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默认我们那个默认调用Cache的时候 它还是会使用这一个Default的那个数据库 还是一样的 我们Cache一点Set一下 我们Cache一点Set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数据库里面去查看 然后我们进入数据库里面去查看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默认的Cache 所以就是用那个API catchTable 大家看一下是empted 那这个数据会在哪里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肯定就是在我们的那个Seculate3的那个数据里面 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一面看一下 看到没刚刚那个我们充电的那一个key和value就已经在这里面了 要想将数据缓存到指定的数据库就需要配置db router了 下面给大家演示db router的配置仪使用 首先准备好db router类 这里呢是一个db router内的一个实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们的那个默认可以margrate的数据库呢 就是mySQL 然后可写数据库也是mySQL 然后呢读数据库就只能是defaul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outer的那个实际的效果 要使用cache router呢 我们还需要先在那个setting文件里面进行一个配置 要指定我们的那个database routers 那给它加在里面 如果你有更多的那个cache router或者是其他的router呢 那你可以往后面追加 好下面我们来执行create cache table 大家在想这一条命令我们有没有创建到数据库呢 实际上它是没有创建成功的 因为我们默认create cache table只会在default数据库里面操作 那因为我们default又不允许margrate 所以说实际上是不会创建成空的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看到没这是空的 那我们要创建我们的那个cache表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儿准备一下数据库 好那我们再进入我们的那个message里面看一下 好了这我们的那个cache表就创建成功了 我们现在退出 下面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那个实际的缓存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读 一样的我们进入那个python的shell 首先呢还是一样的引入我们的那个cache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这里呢可以先想一下我们的那个执行 在这个cache里面我们set会不会成功 因为我们的可读数据库是可写数据是messacle 然后我们可读呢是default是吧 好执行成功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读出来 通常我们都是可以读出来的 咦大家也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读的时候就失败了 嗯因为我们的那个db router已经起作用了 好了本次课程的演示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这次小节课程的参考资料同样还是cache官网 嗯大家去看那个数据库缓存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multiple databases的一个说明 嗯相关的并可以在这里大家可以去参考 嗯本次课程呢给大家留了两个小作业 第一个大家下面可能回答一下 使用multiple db caches的时候 create cache table 命令默认会创建哪个cache的表 然后使用multiple db caches的时候 我们执行create cache table的命令 默认又会在哪个数据库下创建缓存表呢 嗯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是有隐藏其他意识的 大家一定要认真回答 那有可能你会掉进线顶咯 好了本次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下一小节再见